大家好,在上个视频里面给大家分享了通过一个VPN翻墙软件和一个代理服务器软件 通过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作为热点,一部手机作为翻墙的代理服务器来供其他设备来翻墙 那现在呢,给大家分享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这两部手机的功能合二为一 就是我们当前的这部手机既作为热点分享,同时作为翻墙的代理服务器分享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起始状态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手机当前是一个数据流量的状态 并不是一个WLAN的状态,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没有路由器的环境 那现在呢,我的电脑呢,也是一个没有联网的状态 大家看这个地方是无连接的 那么我们来打开这个浏览器 连百度都访问不了,刷新一下 说明我们是一个未联网的状态 那现在呢,我要在这个手机上呢,首先启用热点 我们点开这个热点按钮 然后在电脑端呢,来连上这个热点 它会自动识别出这个手机的热点 因为之前连接过 那么它已经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来打开浏览器 刷新一下百度呢,是可以上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去上维基百科 刷新一下,YouTube 刷新一下 都是上不了的,因为我们只是能够正常的上国内的网站 下面我们来打开这个局域网的扫描工具 点这个扫描 这个能看得很清楚 当前的这个网络环境里面呢,只有两台设备 一个就是我当前在扫描的这部手机 这是它的名称 另外一个呢,就是笔记本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手机的地址呢,是这样的一个地址 我们要把这个地址呢,写入到这个代理服务器当中 就是这个软件 那么我们在这地方点开这个开关 这个地址呢,是192.168.43.1 也就是我当前这部手机分享热点的这个地址 那同时我要把这个地址呢,要写入到电脑的代理 点开始 然后设置 网络 选代理 然后这个地址呢,我们把它写进去 端口号写进去,点保存 这样的话,我们在电脑上呢,就已经配置好了这个代理的地址 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把这个翻墙的VPN把它打开 点击连接 上面已经有了小钥匙,说明我们已经连接成功了 然后大家要注意,我们要把手机上的这个代理服务器软件 要保持打开的状态,让它在这个活动界面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回到浏览器当中 这时候我们来刷新这个维基百科,它已经自动出来了 然后YouTube刷新一下 也已经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方案呢,实际上是已经是最简的方案了 就是在一个没有路由器的环境当中 我们只需要一个手机和另外一个设备就可以 这个手机呢,既充当热点,也充当翻墙的代理服务器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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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